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台湾新增三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 分别来自美国及法国 台湾目前累计确诊385例 该部门指出今天新增的病例分别为60多岁的男性为案383 70多岁的男性为案384 及20多岁的女性为案385 案383及案384均是通过机场裁剪发现 其中案383长期在美国工作 3月31号出现胃部不适食欲不佳等症状 曾与美国当地就医 案384长期旅居美国 4月3号出现咳嗽又谈症状 两人均于4月10号入境台湾 因主动申报有不适症状 由机场裁剪通报于今日确诊 案385与法国就学 4月3号返台后进行居家检疫 4月4号出现流鼻水鼻塞症状 4月7号发烧 当日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裁剪 与今日确诊